大家好,我是名傳大學李千家茶道部的社員,邱一廷 那今天簡單的介紹一下名傳大學茶道部 名傳大學茶道部呢,是李千家的流派 那主要的指導教授呢,是徐熙農老師以及蔡風琦老師 那你會看到說,上面的名字好像跟我剛剛說明的名字好像不太一樣 那是因為這個是茶名,那茶名中間的那個中字 是學習茶道到一定的程度之後,會由家瑜所次的字 那名傳大學茶道部的社課呢,主要是每週二、週三的下午五點到七點左右 那社課時間呢,主要學習茶道之外呢,我們還會學習如何穿和服啊、浴衣等等 那社課時間以外呢,我們還會定期的舉辦恩親茶會、恩師茶會、新生茶會等等 那不定期的部分,像學校會有外賓來啊,或者是國際交換生 那我們就會邀請他們過來這邊,體驗一下日本文化 我們之前呢,還有去日本的茶道深度之旅 那在中間呢,我們體驗了和果子的製作、茶碗的製作 然後還有一些燒茶燒,以及綁茶險等等 那還去拜訪了李千家的總部 那希望未來疫情趨緩之後呢,我們還可以再次誠心 那就以上是我們李千家茶道部的介紹 那謝謝大家